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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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實跟我跟我弟弟是很關心的 所以是因為無期前發生嗎 對 最後的一些讓我們還覺得 被感壓力的話 讓他講一些話 也是節目效果啊 對不對 然後 當年怎麼是不會這樣講呢 所以說我唱你的照片很晚 被過18年讀捨真相浮出 余上圈報警處理包小松 余上圈2005年在快樂星期天 殘被評審吐槽 因此罹患憂鬱症被貼上靠髮標籤 時隔18年余上圈的綜藝大熱門 重拾麥克風 還跟小松老師破冰擁抱 世界同台場面超級溫馨 他不怕打錯分數 也不怕打錯低分 他只怕被打 人生不可能有100分 但是呢 99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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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對是讓我們人生 更大的瘋 哇 當年余香全選唱找自己 因為嚴重走音加上忘詞被淘汰 剛好播出版本是包小博讀捨捨內容 事隔一周包小博遭到黑衣人毆打 余天也被一度懷疑是指示者 不過類整齊風波其實是吳企賢未播出的評論導致 但他事後含淚召開記者會表示 從沒說過余天李亞平有什麼了不起 這類攻擊言論 有信心嗎 有啊 有信心啊 那一方會通告嘛 我現在不是小孩子耶 當年的那個陰影沒有人 心掌心看待就好了 唱不好又怎樣 唱不好又怎樣 啊我也沒有出端節 會不會出端節 會不會出端節 你講到了耶 叫他講一些話 啊你是節目效果啊 對不對 然後什麼 當年怎麼就不會這樣講呢 所以說我唱年少有迷嗎 工作而已 對 學生心不要那麼熟 要不然就是 能夠復活大眾賞心願目 就好了 他就是娛樂者 娛樂者 你又不是來選說比賽 又不是來比高下比高低 精神風格可以克制 一切的時代環境已經都很一樣了 那時候的確是一個新的一個節目類型 對 那本來就是自我搗蛋的一個感覺 那個時候如果你沒有 爭槍實戰 你沒有準備好 丟臉了真的是 那事情發生之後 我們也有去有時候遇到他的節目 開個一天兩天吧 我們一定要去探視嗎 因為這種事情 對 誰有不想要發生 那無錫前有去嗎 剛剛其實是我跟我弟 因為那時候新聞的焦點 都在你跟曉博老師 最後 會造成這樣的原因 這個原因 原因點 也找到了一千 其實跟我跟我弟 是很難注意的 因為從來不會去講私人的部分 所以是因為無錫前發生 嗯 對 之後有一些 讓他覺得被感壓力的話 可是我記得 我記得那時候剪出來破口 我記得幫曉博老師 那是畫面上 節目播出的 對 是經過剪輯的 那你們等於背黑鍋 背了十七年 那是在你的心裡背十七年 但我們來講 我們大概一個星期就結束了 請記住